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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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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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没有 就未来一年就直接站住 从早餐包到晚餐 有晚餐吗 Christine 你平常会 对于美食有所追求 好吃的OK 但不会特别去找 很有名的或是什么 但这真的蛮好吃的 不油 健康 这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很重要 而且她还有花生酱 你看她这个花生酱 其实她是台湾的这些跟一些 这些传统的这些章备 她们就做了 而且这个就是小农的气作 有不传统的长辈 就是要解释一下 我怕就是观众听讲 那种花生酱跟传统的长辈 花生酱这种事情 找Christine做 跟找可能我们家中的 妈妈和阿嬷做 可是那种感受就不一样 是这样吗 蛤 你是会磨花生吗 我不会 会嘛 所以你看 有没有 有些长辈她的这种知识 的传承很重要 是 那讲完美式之后 我们就要讲好片了 因为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边呢 我们就吃吃喝喝 但是要聊聊的 也就是专业的 East Studio 已经到底在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做过 一波的这个奥斯卡的预测 但是 在2月10号呢 她正式的就是 要进行颁奖典礼的 也就是全球的这些 不管是电影业界的 或者是影迷 都非常引领 巧手气派的这一次 战况非常的激烈 那 这一次的最佳影片 Chris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有多少片了 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入文名单 很精彩 是因为 他们来说都是 大卡司 然后 大制作 然后演员啊 导演啊 制作都是大家耳熟的很小 对 不像过去有一些 你这一趴讲久一点吗 你要吃东西是不是 没错 就是不像呢 过去有时候 奥斯卡她有一些片单 有时候是比较小众 比较独立的 但其实你这次 一拉开来 小丑 哇 大家都讨论很多 威尼塞纳金字獎 没错 艾尔兰人 Marlene Scorsese 芯片 重新有个好莱坞 昆丁的芯片 吐槽男孩 赛道逢人 1917 他们的婚姻故事 跟寄生上流 尤其是寄生上流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 对不对 这是从好莱坞 主流这种studio之外 的一种全新的势力 对就是今年在坎城 然后已经是去年了 去年在坎城拿下 金中宇奖的作品 他一路这样 一路延烧到奖季 然后现在真的是 甚至直指最佳影片 都有可能 你这种宣传的微笑 你给我的一个宣传的老师 淡主子 你欲不在乎 你这种小小小小的 基隆子 那么好吗 ну 你这种恶努吗 儿子 你都不在乎 你负责 是真的吗 这是对啊 其实 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 因为在北美 NEO 发行商 把寄生上流 它的宣传上 算是非常非常得与力 你可以看到奉俊浩 还有那些演员卡 就是上各大雜誌啊 網路媒體啊 而且好萊塢的這些主流的 不管是Brad Pitt這種大明星啊 製片啊 導演 都很樂於跟他們 hand out 他們超愛他 每個人都合照 應該是說他過去的一些作品 對於好萊塢的一些影人來說 就蠻喜歡的 所以他這次真的拿了機身上流 到北美去宣傳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真的有一種 欸我終於看到你是誰了這樣子 然後其實他本人也蠻幽默的 那他其實英文能力也還不錯 雖然有時候還是會帶翻譯 但其實他聽都聽得懂 然後講其實偶爾可以講 只是他有時候要表達比較精確的 他的意思的時候還是需要一個翻譯 但你可以從 就是他現在在北美宣傳的一個 力道跟聲勢來說 你可以完全能夠想像 如果今年最佳影片給他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用太意外 雖然現在聲勢 最近又配合了這個上片 對啊 而且被譽為神作 對 文智跟Christine 你們對於1917 有沒有特別的感受 在這次他上片之後 我嗎 我覺得非常好看 對我自己是還蠻驚豔的啦 就是雖然說可以想像他 就是會這麼這麼美的畫面啊 然後還有那些一鏡到底 就剛開始會以為他是噱頭 可是沒想到他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對 然後他故事套路 我覺得故事比較傳統一點 許多人會把他拿來跟 敦克爾克 敦克爾克做比較 因為他跟敦克爾克又是不一樣 因為 對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他是兩種不同的套路 但在技術上面跟剪輯上面 他的這個技巧都非常的難 對 非常好 對 你假設說敦克爾克 他從路拍空 對不對 三個這個維度 跟三個時間點 去講這一個 你知道怎麼樣很危機的 去解救這一群 年輕人 他的敘事其實是有序的 就是敦克爾克 敦克爾克他很高 但是1917 他就是從頭到尾進到尾 但你感覺上敘事好像不良 但其實他的剪接的方式 是需要大量的時間去研究 是 然後這次就1917的導演 那個Sam Mannes跟 他剩下Roger的一點 才為了這個移境到底 特別在寫的一部 這什麼好意思 他會為了我們在寫 不是啦 為了這個移境 原來如此啊 這個手法啦 他又再寫一句 他怎麼去捕歸啊 然後演員要怎麼走位啊 攝影機的運動要怎麼動 其實因為他沒有簡潔 你要很多時候都要一次一次 把它倒位 所以我後來查資料翻演員 在開拍前花了15月的時間去拍電 真的滿精采的 1917這部片 Kristen 你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不只會只看 就是整個畫 這個影框就發揮的中間 我們會看旁邊 對 你看一進到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到就是 他旁邊有一些細節 我覺得他最特別的方式 會給觀眾一個 就是他是正在進行的感覺 他不會讓你覺得就是 這件事就獨立發生 他會就是讓你覺得 就是世界都是跟著在運作的 然後 然後他是一系列發生下來的事情 對 所以都是 就他不會有斷裂感 對 有些電影會有這樣的缺點 文智哥 因為你是在片場 你是深入的工作者 不管是隨片啊 或者前後期都跟過 這個要這樣子 一進到底拍電影 其實有多大的問題 其實好 我先從幾個方面來講 剛剛講到前面大家講過 一進到底有難 我覺得他很有趣是因為 他用這個所謂的一進的方式 其實比較像 有人開玩笑說 其實就是打game的概念 玩game 玩一個RPG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跟著主人翁 你就是跟著主人翁 一起跟著他 用觀眾的視角一直緊貼著他去看 他在這一場戰爭 這場戰役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冒險 在那種大場面裡面 其實最難的 不只是我們以為拍攝的那些技術人員 其實還有很難的一個叫 那個 紓化髮裝 其實是很多段落的組合 你如何在那些段落之間 尋找適合的接點 這當然是一開始就要想好 那當然是 而且事後也是要跟 要透過警戒室的巧手 讓他在每一個段落 讓他變得非常smooth 然後加上很多後期特效 他的厲害就在那些 剪接或特效 無稽可循 其實是 他的難是在這個地方 除了1917之外 小丑 我想大家應該有很多想要講的 而且他這一次 入圍了11項 的討論出現 因為 裡面一些劇情 難免會讓人家聯想到 不好的一些社會的案件 然後他也確實影響到了 北美一些影評人獎項的結果 那 為什麼也會 為什麼大家擔心 奧斯卡也會被影響 是因為他的成員就是 我們常常都說 奧斯卡的言語成員是 老白男 老人 老人白人跟男人 那確實上也是這樣 雖然 這幾年已經慢慢讓 整個有色人種 或是國際的成員越來越多 但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 我覺得他們會選一個最安全的答案 他們不會去選一個就是 真的會引發很多爭議的 在最佳影片的部分 嗯 對 我覺得他們是考量在這一點 如果按照你的 我大概覺得 我心裡的答案有點忽之欲出 不過等一下我們再告訴大家 好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婚姻故事 還有 吳文治 我覺得愛爾蘭的 由你來講 這輩分跟年紀是最合適不過的 因為大家又看到 馬丁史克希斯回來了 啊 Under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can only fire driver on very specific charges So You ever show a plate? No You have any moving violation? No Do you drink on the job? No You ever hit anybody? On the job? Yeah I don't think so All right then We don't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這幾個人加起來幾歲 300歲 啊沒有啦 連導演加起來300 他會不會就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 大家對黃金年代 過往黃金年代 然後他的那種 你知道老師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 史詩 史詩幫派 那種家族 那種義大利家族的那種 一種緬懷 但我覺得他很難 很難的原因在於 因為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 當然那是 馬丁斯科其實 重回他擅長 或是他所謂的那種 他最愛的那種類型片的 一種 一種題材 但我覺得 對現代來講 他其實 我覺得是不是有點 遙遠的距離 我覺得因為他太長了 對 他三個半小時 然後 Sep 我覺得應該要做一 做一種測試 有沒有人可以 就是三個半 然後 不停歇 手機都不拿出來看 嗯 很難 超難 以前看《魔戒》啊 而且那時候 Irishman上映的時候 就是 國外媒體還很貼心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影集看 四集 對 有分成四段 然後你可以去尿尿 尿別 對對對 很貼心 然後就有人問 Orange Cosey 說 你為什麼不把它幫了影集 他就說 不可以 怎麼會讓影集 因為他就是老電影人 對 但 但就是像你說 我覺得其實 太長的 而且我覺得 對我來講 他真的沒有那麼 所謂的一體 一體的那種電影感 其實我就是可以斷 那真的就是一個一個的 Yepso的那種感覺 然後對我來講 真的也 我是個人沒有那麼愛啦 這個純粹 純粹 我覺得他出了片 是 這九部裡面 都可以進這九部 但 我真的不覺得 他是所謂的前三序列的成員 沒錯 所以在這個入圍的這個 片的這個數量當中 其實有這麼多 看起來好像都是一時之選 但是 隨著這個 就是評審團的輪廓啊 政治正確啊 跟大家的觀影感受 可能自己都已經有 自己的心理的答案 對 對 在你們投出 你們神聖的一票之前 還有什麼想要補充 或拉票的嗎 拉票 我覺得替身上流 是一個 真的不可輕忽 甚至我就覺得 他可能會拿下 重要大獎 所以囉 這好難撕喔 你是不是幫我撕一下 我都已經撕好了 我告訴你 大家已經講到這麼多了 大家就要開始投出 你們選擇 影片吧 在奧斯卡最佳 影片的預測 這一次總共有 小丑愛爾蘭人 從前有好萊塗 吐槽男孩 再到謊人 1917 他們為你不至 自己身上的 這個欺負從來 沒有辦法 你自己講話 所以咧 那個 大家來開始選擇 我們要選的是說 心自己覺得最好的 還是你覺得他們會選的 哈哈哈哈 誰 這個是有 這是有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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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是Win 對 對對對 你比較想要哪一個 我覺得就 最後會怎麼樣 最後會怎麼樣 我們在 喘一下你是 老白 老白男 我去你老Christine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投下 你們選擇的一票 把你們手中的小新人 直接貼在 你想像中 老白男 老白男們 可能會投得掉 好 好囉 來喔 好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們過來過來 我們一起 天外我們在一起秀出來 真的嗎 對對對 好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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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哇塞 是不是 這個從這個 剛才Chris 不斷的拉票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這個 選錢亮票的意象 是不是 對 他一定 看最後大家的這個 預測結果好不好 來 3 2 1 1917 3票 我們是跟 Christine 跟 Webber 都是跑了 1917 然後呢 機身上的就是 努力 魂貌 不遺餘地的 我覺得我比較講的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在觀察機身上流 他的 整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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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這樣的感覺 在最後一刻 對 然後但是 我剛剛講到編劇工會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機身上流 他現在在比較大的工會獎 像拿了 演員工會的整體演出 跟編劇工會 跟最佳演出劇本 然後 其實 不久前 有一部電影才就是靠這兩部片拿最佳影片 就是 Spotline 金爆焦點 是 金爆焦點他拿了 就靠這 他那個 製片工會沒有拿 他導演工會也沒有拿 但就是靠這兩個拿最佳影片 所以我覺得機身上流 他還是會有機會 究竟他今年能不能成為一個最大的驚奇 就在2月10號 我們就可以得到 在 答案了 好 這就是我們在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分析跟預測